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谷歌地球上的画面 在任何一台电脑上 打开谷歌地球 在相同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 在茫茫的大海上 突然有这么一根柱子 这个视角是在水面的下方 这个是水面 这个是海底 这是柱子的 在海面之下的内部 我们现在把这个水面去掉 这样就看清了它的全貌 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高度 嗯 这下它这个尺子已经到达它的顶端 但是它是从从这里上去再下来 那么它的实际高度是它的二峰之一 应该就在 260米 二百五十多米 左右 二百五十五十多米呢 我们一般的楼房是 不到三米 那么它这个高度就应该说明是 差不多有一百层高的楼 这个高度是非常吓人的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会有什么感觉呢 因为在大海的海底突然出来这么一根柱子 当然是让人惊讶 我在看到它的时候 还有那么一点点恐惧 当然接下来就 想到了西游记里的定海象征 我们都知道 西游记里的定海象征 是在东海 也是在中国大陆的东海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是美洲 这里是美国 这是墨西哥 这是加勒比海 这是墨西哥湾 刚才那根柱子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 南美大陆 这一片呢 是 哥隆比亚 往南边呢 是 厄瓜多尔 委内威拉在这一块 东海的定海象征 怎么跑到这里呢 在写西游记的时候 在西游记的有关神话故事 开始流传的时候 人类根本不知道 地球 大地是一个球杖的东西 也不知道有 太平洋 不知道太平洋的辽阔 那么它可能呢 反正这个地方 我 东海 东海这个地方 和我们刚才的这个地方 它的方位是一致的 全是东方 那么整个太平洋 在古人看来 都可以 属于东海 都可以叫做东海 当然 西游记 它 它是一个文学作品 它还不算是神话 那么我们假设 它所指的东海 就是整个太平洋 那么 这里出现了金箍棒 出现了定海象征 那么整个的这一片 这一片区域 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 东海龙王的龙宫 它这一片是不是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西游记是 一部神话小说 但是我们现在认真一把 我们就把自己当作一个 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 非常严肃认真的 考古工作者 如果这里 刚才看到的那根柱子 是定海神针的画 那么它的周围 还一定有一些 非同雄长的地方 我找到了一些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看到的 现在看到的显然不是 现在看到的显然不是 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 但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画面 会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它是不是像一个立胶桥 这个画面一样 七千多米 它的宽度是七千多米 它的长度是两万六千米 如果它是一个建筑遗迹 如果它是一个建筑遗迹的话 它超过了我们现在地球上融绿 所有的建筑遗迹 包括现有的建筑 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大的建筑 我们在看下一个 我们在看下一个 这是一列小的扇风 它的数量是五个